-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为人父了! - 你就说隔了那么久啊? - 是啊! - 应该啦! - 所以我都白发苍苍了 - 应该啦! - 开心吗? - 开心! - 还是有点不愿意任命? - 不会啊! - 不会! - 如果不愿意的话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 你的意思说没有人能强迫你就对了! - 对的! - 所以这一路过来,所有事都是自己开心乐意做的事! - 我觉得是自然的! - 是! - 因为有时候,你说踏入人生的一个阶段,它算是一个翻配 - 哦! - 翻配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可能对媒体来讲,它好像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 - 但是其实对我来讲,它心理状态,陆陆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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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如说常常都喜欢换女友! - 真的不是! - 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呢? - 是因为经过几段的感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会随着年龄,也随着经验而改变! - 这个改变是来自于,就是说,你可能年轻的时候,哎呀,你觉得,当然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条件好啊! - 那么多女生喜欢我,当然是... - 海马王子! - 呃,多一点来啊,密一点手! - 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其实人在感情的秤上面是平等的! - 如果你就伤害了别人的感情,到最终你自己也会受伤! - 那别人受伤害了你的心,其实他也会受伤! -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快的一个东西! - 所以你对感情的态度会慢慢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态度! - 所以,我的心理状态是有慢慢间转变过来的! - 并不是像媒体所说的,好像突然间,认识跟诺道,突然间又... - 其实外面... - 只是我以前没有解释那么多! - 了解! - 所以,其实这个一定也是每一个人一定的长大的啦! - 他就对于工作也好! - 对于环境也好! - 对于感情也好! - 甚至对其他的亲情友情! - 他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取舍! - 对! - 一些不同的抉择! - 对! - 所以现在对你来讲,会是自己这个小家庭是最重要的吗? - 还是不是? - 家庭当然是很重要! - 他当然是最重要的! - 呃... - 但是... - 其实我觉得... - 在我的工作里面,他还是会占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 对! - 这个在我结婚之前,其实我也有跟我的... - 要沟通! - 要沟通! - 因为这个... - 因为... - 因为这个是我的工作! - 是! - 这是我的工作! - 一个艺人他是靠他的作品! - 还有... - 他必须得要不停地工作! - 没错! - 呃... - 我之所以要累积我的工作! - 也是为了我的家庭! - 是吗? - 如果从这么一个角度去想的话... - 是希望他能够理解的! - 对啊!解! - 所以现在他理解了! - 理解! - 小孩也不需要管他理不理解! - 因为还小! - 小孩子的话... - 呃... - 的确我会... - 花多一点时间! - 对! - 对! - 才跟他培养多一点感情! - 是! - 呃... - 我很不想... - 失去的一块就是说... - 因为工作... - 呃... - 而突然间回到家! - 他看你很陌生! - 发现他已经可以走路了! - 哈哈哈... - 你没有... - 你会... - 感觉你会... - 好像... - 没了那一块! - 了解! - 而且这种东西追不回来的! - 是! - 你没办法叫他再rewind! - 所以... - 所以我说... - 所以我太太... - 有时候她会... - 她... - 她也会觉得她不放心! - 可能处于她的不放心! - 可能处于她... - 向我多陪一点小孩! - 那变成她也说... - 哎,如果你去拍戏,我要跟... - 那你的跟呢? - 你就来嘛! - 嗯! - 对! - 如果我去横店... - 我要去拍戏,你就... - 你喜欢,你就来! - 对! - 那我希望我是能够... - 呃... - 多一点跟我的family! - 但同时我也不会去减产... - 我的工作! - 了解! - 所以这一张我后来发现... - 这其实... - 已经是火爆... - 火爆的第四张作品了! - 呃... - 其实我之前的label叫... - 小冬music! - 是! - 然后有个exclamation mark! - 这样的... - 呃... - 然后我是从中间... - 开始pick up 这张专辑... - 那变成我的意愿是... - 希望这张专辑现在台湾发行... - 是! - 那么在台湾发行的时候... - 其实你会碰到很多的contract的东西... - 包括KTV的contract... - 对! - 还有这个... - 无线上线的一些contract... - 那些contract都是... - 你有定期的... - 会有些回收的一些东西... - 那变成你一定要有一个公司... - 是! - 来去面对... - 所以当时候我就在... - Cancel了我在香港... - 那个小多music的公司... - 在台湾开了一家... - 叫做Fire Entertainment... - 这叫火爆娱乐... - 无线公司... - 是! - 台湾分公司... - 可是火爆娱乐... - 目前只有陈晓忠一个艺人吗? - 呃... - 目前... - 是的... - 是的... - 听起来目前的意思是说... - 其实... - 也不有一点点想要做... - 老板... - 呃... - 逼不得已的... - 哦... - 逼不得已的... - 因为... - 这个... - 怎么说呢... - 这个... - 阶段性的一个改变... - 首先是... - 刚刚So Hot那个情况... - 是... - 呃... - 还有就是说... - 当你做唱片的时候... -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 你会有... - 觉得自己喜欢的歌... - 呃... - 会不一样... - 对... - 那么... - 那么在这个取舍方面的时候... - 你会想要自己... - 诶... - 掌握更多一点... - 呃... - 其实我是可以沟通... - 沟通的... - 而且我的想法也不停地改变... - 呃... - 最主要的部分是... - 呃... - 除了这个... - 我还想通过公司... - 能够做更多的一个托展... - 嗯... - 它未必是... - 未必是一个... - Artist Management... - 艺人经纪公司... - 未必是这样... - 有可能是... - 在我这个行业... - 比如说我自己的... - 做服务... - 唱歌... - 因为唱歌是一个服务... - 是... - 呃... - 也是一个服务... - 那除了服务,我还能够做什么呢? - 对,我还能不能够经营... - 我还能够经营到什么地步... - 就这个... - 这个是我的考量... - 了解... - 的部分... - 可是这部分目前还没有太具体的商业的计划? - 有... - 已经有了... - 但是我觉得... - 是 merchandise吗? - 还是... - 我很愿意跟大家讲... - 那种... - 很多东西... - 等它发生了... - 了解... - 什么... - 再去讲... - 比较实在一点... - 那部分是... - 都会经历轻微... - 还是也有找其他的人来帮忙... - 肯定要... - 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 是... - 肯定要... - 有团队来帮忙... - 那么... - 所有东西都发生得很快... - 比如说这张... - CIRCLE... - 这张专辑... - 是... - 我们是还有一个... - 台湾的一个... - 宣传的一个团队... - 然后... - 经过团队的合作... - 你会培养一种感情... - 跟团队的一种... - 合作的一种默契... - 那希望将来... - 也有更多的延伸... - OK... - 这一张里面... - 其实我们看到陆续... - 前面好几波的新闻稿... - 都讲在你的造型... - 你的发型上面... - 为什么特别想在头发上做文章... - 没有... - 不是我想的... - 是... - 我... - 很多的那种... - 怎么说呢... - 很多的... - 他们做Image... - 的人... - 他觉得... - 诶... - 他常常跟我说... - 其实你是合作性是很高的... - 是... - 那... - 随着年纪增长... - 他越来越觉得... - 比如说这次我找马天佑... - 他说... - 你的样子要配上Fashion才是合理的... - 嗯... - 那... - OK...Fashion到底是什么... - 那... - I don't know... - 我不是... - I don't know... - 但是我... - 在这个方面来做主... - 因为既然我请了你的时候... - 我去到那个录音... - 那个摄影棚... - 我就坐下来... - 就看你把我... - 变成怎样... - 我根本就没问... - 我拍之前... -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要拍什么... - 真的... - 对... - 我也不知道他要把我弄成什么样子... - 我坐下来... - 弄... - 弄完了以后呢... - 我就... - 哦... - 这样好... - 这样好... - 我也没说好也不好... - 我出去拍... - 先拍了再说... - 因为他们PROPS了... - 他不用给你看reference... - 都不用... - There's no need to have reference... - 哦... - 因为... - 因为我为什么找马天佑... - 因为我看到阿妹这张... - 那个片直面... - 然后... - 她是... - 这边有一个蝴蝶... - 嗯... - 对... - 片直面... - 然后... - 我觉得这个artwork... - 你知道吗... - 我这一秒钟... - 就选定了... - 马天佑来合作... - 我在透过一个网站... - 看最近有什么唱片... - 阿妹... - 哇... - 那么好看... - 就找他,不用讲了... - 是... - 打电话... - 对... - 所以是这样的... - 唐老板果然很... - 很有决断的能力... - 因为很多东西要快... - 是... - 因为当时候已经... - 已经... - 呃... - 没有办法再等了... - 我正在思考... - 要... - 找... - 马上安排这个风套拍摄的时候... - 其实是一个很感的事情... - 那么你... - 一看一个reference... - 其实它就是... - 一个很直接的一个... - 一个决定... - 了解... - 对... - 可是事实上不同的look... - 有的时候要拍照的感觉... - 要做的表情是不一样的... - 所以小冬这一点也都可以掌握得很好... - 呃... - 这一点还是挺有信心的... - 嗯... - 而且有这么多戏剧的... - 其实我... - 我没有... - 我... - 我... - 我是怎么想的呢... - 我不是... - 我不是说... - 除了拍戏... - 除了拍戏以外... - 我穿起语文庸的衣服... - 我的样子肯定是一个皇帝... - 嗯... - 呵... - 格杀无论... - 是... - 这种... - 当我穿起一个小丑的衣服... - 我肯定是... - 你有穿过小丑的衣服吗? - 比如说这样... - 比如说... - 那个是acting... - 嗯... - 但在我在做我自己的唱片的时候... - 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 我... - 我觉得我穿什么衣服... - 我弄什么头发... - 那个都是... - 那个都是我... - 嗯... - 我怎么摆我的表情... - 我只会摆我自己的表情... - 你没有... - 除非那个... - 那个表情跟那个造型真的很不搭... - 了解... - 从那个... - 这个... - 这个mentality 是不一样... - 是... - 可是... - 因为这一次的歌里面情歌还是蛮多的嘛... - 情歌有一些的... - 呃... - 累积... - 呃... - 比如说蓝灵王里面的《突然心动》... - 嗯... - 呃... - 这首是一首属于... - 非常幸运的一首歌... - 因为搭上了一个好的一个... - 剧... - 嗯... - 然后... - 我也... - 其实经过很多的波折才争取到... - 这首的插曲... - 对... - 然后... - 怎么说呢... - 我特地飞到上海去... - 录... - 这首歌... - 然后找了... - 这是《孔环东》第一次... - 嗯... - 跟《孔环东》第一次合作... - 二学老师的歌词... - 完全能够表达到... - 宇文庸... - 这个角色... - 的心情... - 是... - 所以给我... - 那个成功感... - 它不是那种... - 几百万那个... - 点几率... - 那这个当然是很开心... - 因为这个是结果... - 嗯... - 更重要的是... - 就是说... - 呃... - 从这首歌... - 嗯... - 我去判断... - 去选... - 的时候... - 然后... - 怎么样去为这个角色... - 来炒一盘好菜... - 嗯... - 把这个角色... - 能够拱起来... - 嗯... - 这个东西... - 我觉得就是一个... - 一个... - 一个... - 我开始对这个... - 歌曲思路跟运营的一个... - 一个小小的一个训练... - 是... - 这个其实就是... - 也有一些策划的... - 一些能力在里面... - 了... - 是... - 你自己剪... - 我剪的... - 我为了要... - 呃... - 跟... - 玉山姐... - 就请求她... - 因为你知道... - 她... - 她... - 本来那个... - 主题曲跟片尾曲... - 已经判出去了... - 哦,有人买了... - 对,而在这种情况... - 其实... - 你很难为另外一个演员... - 没有签约的演员... - 去... - 来一首这样的歌... - 是... - 但是... - 我在做这首歌... - 我很喜欢... - 那我很希望... - 有一首歌能够代表宇文庸... - 而且我真的跳到... - 在... - 那个... - 请求的过程当中... - 有经过很多人的反对... - 嗯... - 包括我给我一些... - 听歌的朋友... - 去听五首歌... - 里面包括《突然心动》... - 没有一个人选《突然心动》... - 没有一个人选《突然心动》... - 就我一个人选这首... - 就是这首... - 嗯... - 就是这首... - 他们都说你要做这个比较古装一点的歌曲... - 比较... - 中国风... - 琵琶的... - 大旋... -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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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 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音乐的背景... - 这歌... - 歌名就蛮文艺的... - 来讲一下... - 无痕是吗? - 是啊... - 其实本来这首歌叫《岁月无痕》... - 岁月无痕... - 也是孔帆东老师... - 就是《突然心动》这个作曲人... - 同一个... - 写词... - 作词人... - 二水老师... - 岁月无痕这个歌词讲的呢... - 它是讲... - 啊... - 我们的人生慢慢一路走过来... - 我们都不留下什么痕迹... - 嗯哼... - 所有的恩怨... - 对与错... - 就算... - 都... - 很难... - 经过一段时间... - 都会变成... - 没有人能够定论... - 是... - 对... - 呃... - 但我们在猜想了很多自己的梦想... - 或者什么的时候... - 呃... - 有可能那个东西是很远的... - 但是那个梦... - 梦境反而是很靠近... - 嗯... - 比如说歌词里面会有一句... - 如你离我越远... - 梦却越近... - 其实在这个精神上面这个是分裂... - 是... - 对... - 呃... - 我会怎么形容这个歌的... - 比如说... - 也有一些歌词是... - 呃... - 看似踏进陷阱... - 虎游落下肝铃... - 就看似踏进陷阱... - 忽然天上又落下了肝铃... - 是... - 这不就是... - 这人生他就是这样子... - 其实吉兄或胡有的时候很不一定... - 对不对... - 嗯... - 所以... - 然后我... - 其实在... - 除了歌词的部分... - 那... - 在这个编曲的部分... - 我也是特别喜欢... - 呃... - 我在回... - 呃... - 呃... - 一... - 二... - 三... - 呃... - 呃... - 呃... - 都有这种三拍... - 是... - 而它是偏有一点点... - 如果你说neutral的话... - 是... - 这种歌是偏有一点点偏dark... - 好像偏偏暗... - 一点点... - 是... - 负三十度... - 那种... - 这种感觉... 可是这种感觉的三拍的歌 是很容易成为一种黑马的歌曲 往往能够跑出 所以我在编曲的时候 我们很想保留它那个节奏感 三拍的感觉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听到这个 钢琴一定要这样弹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在编曲的过程 我录制的过程当中 这个音乐人往上嗨了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 编曲的时候突然间弹了一个没有三拍的 他的节奏 他的拍子还是三拍 可是他弹什么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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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这首歌已经很偏了 他的歌词已经很深了 请你上回照拍子来 我要打这首歌 那你要你你麻烦你把它拉回来商业的元素多一些些 好那结果弄好了以后我们请了大弦乐 一个十六二四大弦乐来帮我们把这首歌从头到尾 维维到来 按照歌词按照唱的感觉 维维到来的去编完这首歌 中规中矩的编了就好了 对对对 是在哪边的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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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乐团也是北京的 对对对对对 好这首歌现在应该好好的机会让大家来听到就对了 可是这次也有比较有点动感的歌在专辑里面 呃 所以不管有没有结婚都还是要继续动感 其实在我的这首歌的表达里面他不是动感哦 这他的音乐是动感是但是呃在我的这个感觉上他不是一首动感的歌曲 Shining Girl 嗯 Shining Girl 它是一个电子音乐呃我在拍我在想假如我要拍这MV的时候 我不会去跳舞不会去跳舞 不会去设计舞步就对对不会去设计舞步 因为反而我会想要开个哈雷啊 然后就开在一个公路上面 然后可能有几个有几个镜头是我做一件全闪的 baby 的衣服把我的女儿包起来 然后拍几个 long shot 拍拍拍拍拍拍拍出来掉掉就几个镜头 整个MV 里面没有一个镜头是我抱着他或者是没有一个镜头是我们在一块就很酷的一个一个一个表达 这个拍法还蛮摇滚的了啊我说这拍法还蛮摇滚的 我还有想要叫卡通片呢 是 对把它换成卡通片卡通的形式来跟我没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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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sponsor 我打楼 哈哈哈 打楼 打楼机车来 sponsor 拍点 sponsor 我拍啊能够拍出来的话我希望能够展现一下这个歌曲 二是全英文的哦全我第一次用全英文来唱是这个 哎我刚才觉得听小冬这样子活灵活现描绘这些影像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想到你会不会也想当导演啊 我现在不是很流行吗有也有人 对很流行艺人要 呃我觉得要看他的 content 要看他的内容你拍什么 呃那人家会问你要拍什么啊 不是的 比如说最近也有些邀约说哎小冬有没有有没有兴趣是去你去你去导一个青春爱情剧嗯那进去这个我还还在研究当中 嗯因为很多时候要要要看看你拍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拍啊能不能够有信心把它拍好嗯对 MV是绝对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还没有呃我有自己剪MV所以我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我我也会有很多配很多的picture嗯嗯嗯嗯嗯嗯但是要拍一个90分钟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呃对的对的呃有信心可以可以做这个事情呃看吧嗯所以你想拍是青春爱情片还是武打动作片 如果你问我如果你问我啊如果你问我我想拍一个特别形象反差的喜剧不是呃 战争 类似于 性格 不不不 暴力 我喜欢 Quentin Tarantino 他虽然很 但是他的 他的暴力 已经到了一个幽默的 已经到了 所以我很喜欢 Quentin Tarantino 我喜欢他 很多的 Q Bill啊 我也喜欢他 Pulp Fiction 我几乎我都喜欢 所以你刚才反差大就是属于 这一类就对了 但是不会省批过的 因为你要却那么极致 但是我想拍 我有想过 我曾经有想过有一天 有可能真的如果有机会 可以拍的是 现实和梦境 的关联 是一种 分裂的现实的 一种 一个穿插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Beautiful Mind 你有没有忧郁症 没有 这是关心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其实我喜欢看的书 那些是一些 关于哲学 关于佛教 关于 比较 或 philosophical的东西 或者甚至多次元的 或者是 universe 宇宙 了解 就我们会发现呢 宇宙论里面 我们说我们有这个很大的 星球 因为他们的 gravity 这个引力啊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很小的 particles 里面也很像一个宇宙 里面有引力 所以到底我们在活在到底是哪个空间 就这种问题 就这种问题 比如佛家的思想 就说 我们其实的声明是不停的延续啊 是 这些概念 到底 色就是空空 就是色啊 好像刚刚一形容无痕 也就是虚 就是实实 就是虚 这种是 反差很大 到底什么才是真 什么才是假 这个东西呢 其实不是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去考究的一个 了解 也许是很好的题材 不知道怎么表现出来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具体的蓝图 我有一个具蓝图 是关于我自己的梦境 是关于我自己的 但是我 我需要时间去认证 比如说我做 你说你有一点超能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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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发 是我发过一些很 深刻的梦 但是这个梦 对于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要看以后的事情 对 我需要时间去认证 你明白 比如黑泽民的电影 他有点这样的东西 没错 他也拍过一个梦啊 yes 我之前看过他有一个电影呢 他会突然间在一个森林里面爬山 咚 你看到一个大大的森林哦 一排的舞者 穿着全部唱着和服 咚咚咚咚咚咚咚 他这个东西呢 他他他其实是非常超现实 是 所以我说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虚夜梦对我们 我这样描述 就是他这个虚的那个东西 你怎么把它证明在你的生命里面 他需要时间 嗯 对我有这么一个idea 好 来慢慢酝酿 我慢慢等等 好好好 我请大家来听听音乐上的陈晓东哦 好 这张专题叫做 2014Circle 谢谢小东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人青春如幻如争 岁月总是无痕 浮浮沉沉 爱恨回荡 你在心底留存 任时光尽成定 岁月却又无声 难道隐隐的觉醒 如预料般无忌 人青春如幻如震 人青春如幻如震 岁月总是无痕 帆云浮雨 不哭待命 终要神灵奇迹 任时光尽成定 岁月却又无声 看似变幻的风云 终究遇过天晴 未经许可,不ON思许可,不得你的 感谢观看